冷王独宠依妃 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五百三十集 死不足惜 段木俊虽然因为躲闪及时 暂时拖出了金光的笼罩范围 面前这一幕却让他感到情况怕是不妙 早已失声尖叫起来 住手 住手 你要干什么 大人 我们怕是不行了 金光之中 莫里里一边痛苦地嚎叫 一边勉强说着 好难受 大人 不要管我们了 你快走 你恐怕不是王后的对手 快走 段木俊也是石货的主 他何尝看不出此时的楚寒争玉之前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与他一起被封印在亡两空间千百年的妖缝 恐怕真的是保不住了 可是 这怎么可以 此次重现人间 他还要靠这些妖缝 消灭那些自认为血统纯正的凤族人 勇霸天下呢 怎么能就此罢休 极度的愤恨之下 他居然双掌一挥 企图阻止楚寒争 给我住手 可恶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见他一招攻来 楚寒争一声冷笑 收手后退 欲生轻烈 哼 他们的体质已经被我净化 从此之后再也不可能被任何方式黑化 端木俊 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这涅槃大陆 永远不会成为妖缝的天下 端木俊一呆 动作也跟着停止 不自觉地转头看去 才发现 包括莫黎黎在内的所有人都已停止翻滚 双眼紧闭 昏死过去 但从他们面部特征便可以看出 原本黑化的体质的确已经恢复了正常 刹那间 他有了一种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彻底毁掉 双眼便迅速变得赤红而疯狂 你 你 不错 就是我 怎样 楚汉征依然冷笑 哼 还有 接下来 轮到你了 眼看着他抬起的双手上 再度闪烁着璀璨的金色光芒 端木俊居然本能地色缩了一下 跟着一声嚎叫 想改变我的体质 作梦 我要你死 刹那间 妖凤与皇后已经斗在了一起 一朝一室都快到不可思议 简直超越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 倒也并不奇怪 他们原本就不是普通的人类 不过 虽然已经将其余的妖凤彻底进化 但是面对端木俊 楚汉征却并不占据绝对的优势 甚至仔细一瞧就会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反而渐渐落在了下风 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原本恐惧而焦躁的端木俊 忍不住大喜 嘴角已经露出了一丝拧笑 以为找到龙神当靠山 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拿命来吧 只要你死了 我就有办法让他们再度成为妖缝 这涅槃大陆还是我的 是我的 面对着他的叫嚣 楚汉征不由皱了皱眉 突然开口 还不出手 等我再被他黑化呀 端木俊嘴角的笑容不由一致 跟谁说话 难道 便在此时 一个带笑的声音已经响起 急什么 这不就要出手了吗 难道是 龙神 那种旁人绝对无法模仿的空灵清透 令端木俊大吃一惊 立刻双掌一挥护着自己 脚尖点地迅速后退几步 转头望向声音的来源才发现 萧揽月已经微笑着走了过来 尽管他还没有任何动作 端木俊却已经瞬间有了一种 头皮发麻的感觉 你 可是萧揽月根本没有与他聊天的兴趣 他只是挑了挑唇 勾出一抹淡淡的清锐的笑意 很抱歉 姐姐说得对 从今以后这涅槃大陆 再也不可能是妖凤的天下 双掌一挥 他一搜地出手 与此同时 楚寒征也已经再度逼了上来 这二人联手 普天之下 谁人能挡 所以尽管身为妖凤 端木俊却立刻左肢右拙 烈时利险 但他依然咬着牙不肯后退 倒是一张脸越发胀的通红 来也来呀 你们尽管来 我不会怕你们的 我要把你们统统消灭 我要永霸涅槃大陆 皱了皱眉 萧揽月叹了口气 执迷不悟 死不足惜 这八个字仿佛一句暗号 话音落地的同时 他已骤然加快了攻势 双手之上散发的金光 几乎将端木俊彻底笼罩了起来 尽管嘴里叫嚣着不会害怕 端木俊却无论如何 不是龙神的对手 否则之前 他又怎么会被封印在亡两空间 何况旁边还有一个 身为凤凰神的楚寒征 因为满腔绝望与愤恨 他的出手 甚至比萧揽月还要迅疾而凌厉 每一招出手 都带着恨不得毁灭一切的气势 所以不过片刻之后 端木俊便满头冷汗 甚至劈头散发 再加上赤红的双眼和铁青的脸 笛笛雀雀化身成了来自地狱的魔鬼 简直令人不敢直视 也就在此时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跟着是端木俊的一声惨呼 他整个人已经猛地倒飞而起 在空中画出了一道漆黑 而笨拙的抛物线之后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虽然不曾狼狈地狂喷鲜血 却也感到浑身的骨头无一处不通 一时之间哪里还爬得起来 微微一声冷笑 萧揽月覆手而立 姐姐快 楚汉征更不耽搁 早已一声冷哼 跟着双手齐灰 像方才一样用金光照住了端木俊的整个身体 刹那间端木俊已如同其他人一样 满地翻滚嚎叫 显然黑化的体质正在渐渐改变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端木俊的体质 是他自己修炼邪功之后才渐渐黑化的 所以比任何人都黑化得更彻底 简直已经黑到了骨子里 因此 虽然他的功力比任何人都高 但是净化起来那份痛苦 也比任何人都强烈 那简直已经不是洗碎法骨可以形容的了 所以他痛苦嚎叫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 并且一直不停地翻滚着 到了后来 他的声音已经彻底嘶哑 简直不堪入耳 不过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 嚎叫声终于慢慢低了下去 他也不再来回翻滚 只是无力地摊在地上 轻轻身影着 手脚不时抽搐几下 直到完全静止下来 与其他人一样 彻底陷入了昏迷 直到此时 楚寒征才一声冷哼 哼 怎么样 完成了吗 萧揽月毫不犹豫地点头 脸上也是一副如是重负的表情 放心吧姐姐 所有人 尤其是端木俊的体质 已经被彻底进化 而且以后再也不可能被任何方式黑化了 就算他再练多少年邪功都没用 楚寒征点了点头 脸上却并没有多少喜悦之色 甚至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萧索 那就好 既如此 我的使命就算是完成了 不过 等他们清醒之后 萧揽月摇了摇头 他们会完全不记得从前的事情 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不过你放心 这些事情交给我了 我会安排的 楚寒征原本已经有转身而去的意思 一听这几句话 却不由脚步一顿 跟着皱起了眉头 这是凤族的事情 怎么能麻烦你们龙神 我看还是 没关系的 萧揽月呵呵一笑 我们本来就是涅槃大陆的守护者 处理这点小事 根本不在话下 总之 他们就交给我了 你只管放心 我会把他们安排妥当的 见他如此 楚寒征也就不再坚持 毕竟对龙神而言 要安排几个 虽然对之前没有了任何记忆 但是对涅槃大陆 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的凤族人 还是易如反掌的 于是他轻轻点了点头 那好 辛苦你了 说完他终于转身而去 背影孤傲清冷 却又渗透着 一丝无法言说的悲伤和绝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